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主党 传呼机爆炸 更多内幕曝光 大陆网传苹果16或远程引爆 苹果回应 中国减排项目涉嫌欺诈 德国紧急叫停 俄罗斯发布 价值观敌对国家地区 47个国家地区入列 印度 拒绝加入RCEP 指责中共贸易行为不透明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上周在黎巴嫩各地的真主党成员 传呼机爆炸事件 造成数千名恐怖组织特工受伤 每一台传呼机都是单独一对一引爆的 袭击者知道谁是目标 他们的位置以及其他人是否在附近 据以色列时报引述长篇调查报告表示 袭击策划者 确保只有携带该装置的人会受到爆炸的伤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 每个传呼机都能够独立安排 能够控制谁被击中 谁没有被击中 当传呼机爆炸时 他们知道谁和谁在一起 在哪里 这样超市里的其他人就不会受伤 真主党把这次袭击事件归咎于以色列 但以色列总统 埃萨格·赫尔佐格 公开否认了这些猜测 并称 真主党有很多敌人 纽约时报核心消息报的调查记者罗南伯格曼在报告中接受采访时说 整个计划是由中东 某地一位优异且年轻的女性情报人员策划的 数以万计的传呼机是在知道真主党会仔细检查的情况下生产和制造 所以传呼机必须能正常工作 并且不能暴露出装有炸药的迹象 它们的外观和重量必须保持不变 还要能够通过探测权的检测 报告还表示 无论是谁负责策划 该计划都决定设立一家工厂制造这些设备 这样就不需要从成品中再去篡改设备 而是直接从生产端就开始 纽约时报在上周四的一份报告中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由于供货商担心美国的制裁 真主党无法公开在市场上进行采买 因此 必须定期与中间供货商合作 知情人士还指出 引爆传呼机的行动并不被视为战略攻击 而以色列拥有更多引人注目的能力来对付真主党和伊朗 据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贺奇·哈勒维中将 上周三在访问北方司令部时表示 以色列拥有更多的能力 但尚未在打击真主党的战斗中使用 前国家安全顾问埃亚勒·胡拉塔也告诉记者 数以千计的以色列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建立确保以色列安全的能力 我们决心创造安全条件 让北部居民在高度安全的情况下 返回家园 回到城镇 我们已准备好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3日报道 参与以色列国会国防与外交委员会闭门会议的知行人士表示 总理内塔尼亚胡说 以色列正在演绎一项计划 要对加沙北部约50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采取围攻战术 一名委员会成员说 总理在向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成员 发表讲话时还表示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 加沙地带剩余的97名人之中有一半还活着 此计划 主张将巴勒斯坦平民撤离加沙北部 然后宣布当地为军事禁区 让留在加沙北部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被围困直到投降为止 以色列军方电台指出 内塔尼亚胡告诉国会委员 此案正在审议中 这是正在考虑的计划之一 但还有其他计划 国防部长加兰特在空军指挥中心讲话时说 黎巴嫩真主党开始感受到乙军的战力 被猎杀的感觉非常难受 这些行动将持续下去 直到我们可以安全地将北方居民送回到他们的家园 这是目标 这是任务 为了完成它 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 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加剧 美国国务院23日敦促黎巴嫩境内的美国公民 应趁商业选择仍可行止离境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2日 在他的家乡特拉华州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美国正竭尽所能 希望防止中东发生更大范围的战争 同一天 在世界领袖将齐聚联合国举行年度会议之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访问时表示 在他看来 以色列政府与哈马斯都没有真的想要停火 他担心黎巴嫩有可能转变为另一个袈裟 今年 苹果16系列新品上市后不久 在大陆陷入远程引爆的阴谋论中 引起消费者担忧 对此 苹果官网客服回应了上述传闻 9月20日 苹果4款iPhone16系列机型正式发售 北京 上海 深圳等地的苹果零售店门口 消费者们排起长龙 不过 随着黎巴嫩通信设备爆炸事件持续发酵 苹果等外资通讯设备的安全性受到中国舆论的质疑 据快科技9月22日报道 苹果16系列发售后 多位博主第一时间对iPhone16 Pro进行拆机 有博主拆解时 发现Pro版的电池使用了钢质外壳 且拆解时发生漏液发烫现象 随后有人发布了各种爆炸阴谋论的相关视频 对此 凤凰网科技致电苹果官网客服 客服技术顾问响应说 无法核实网上流传信息的真实性 但苹果的产品在出厂时会经过阳格的质检流程 没有问题才会发售的 如果有远程引爆之类的 国家也不会允许发售 所以设备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据IT之家7月1日报道 天丰国际分析师郭明奇透露 新款苹果将采用不锈钢电池壳 这一改进 能够降低拆卸电池的难度 从而符合欧盟规范 同时也能在符合安全规范下 提升电池电信密度 实际上 苹果在中国不止一次遭到中共网军的抹黑攻击 去年9月 苹果新款手机苹果15系列 在中国热销时 中共网军批苹果公司网站展示的所谓辫子男是如华 随后 中共官方媒体也跟进炒作 相关话题还冲上热搜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国 苹果15预售前期 中共当局要求中央政府机构官员 不得在工作中使用苹果和其他外国品牌设备 也不得将它们带入办公室 德国环境保护局发现45个在中国的气候减排项目涉嫌欺诈 媒体则披露 在中国甚至已经形成一个买卖减排项目的市场 评论认为 这种欺诈会对全球气候减排计划的信誉造成严重打击 德国爆出一场涉及巨额碳性额的欺诈丑闻 德国环境保护局调查发现 在66个与中国相关的气候减排项目中 有45个涉嫌欺诈 涉及约6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碳性额 价值约15亿欧元 目前 德国政府已经批准了75个上游减排项目 大部分在中国 德国之声就此进行深入调查 发现德国上游减排项目的认证 需要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 不过 在这些中国案例中 往往是同一批人同时参与了项目的创建 验证和认证 一些认证机构未履行职责 甚至与不法分子勾结 调查还发现 在中国 甚至已经形成一个买卖上游减排项目的市场 前北京律师 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 中国企业的这种弄虚作假 不仅是在骗取经济利益 还会败坏国际风气 赖建平表示 所以 这种事件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德国社会 全世界应该高度的重视 并且采取一切的可能措施去挽回损失 去惩罚制裁这些骗子 这些骗子公司 这些欺诈的 负有直接责任的个人 旅美时事评论员蓝述则提到 中国人都知道 中共一贯造假 但长期以来 一些西方人竟然天真的相信中共的谎言 比如与中共谈判 允许它加入世贸组织WTO 但这些所谓的贸易谈判 市场谈判 人权谈判等 最终结果就是 被中共欺骗 因为中共不会真正兑现承诺 面对欺诈 德国联邦环境部紧急推出了新规定 自7月1日起 已不再接受新的上游减排项目申请 俄罗斯侵犯乌克兰持续超过两年半 已经造成数十万人死亡 由于俄军多次轰炸民宅和屠杀平民 以致引发国际社会怒火 使得西方国家纷纷对俄国实施制裁措施 同时 援助乌方抵御俄军入侵 20日 俄罗斯政府发布价值观与俄国敌对的国家地区名单 总共有47个国家地区 而台湾也入列 在名单中并未纳入中国 在亚洲国家中 被列入名单的包括了日本 韩国和新加坡 而台湾于名单中被标注的是台湾中国 因为俄罗斯官方政策认定 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 在欧盟的成员国中 只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罗巴 并在北大信仰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中 只有土耳其 未被点名 今年8月 依据发布的俄罗斯总统令指出 不认同相关国家地区的政策 不过认同 俄国传统精神道德价值观的公民或者永久居民 可以向俄罗斯政府来申请通过简化程序 以取得俄国短期居留权 并不受既定人数配额的限制 也不需出具俄语的能力 以及俄国历史及法律知识证明 总统令宣称 这是俄罗斯当局对于相关国家地区民众的人道支持 俄罗斯官方自2021年起 开始发布不友善国家地区的名单 首先纳入了美国与捷克 该名单于2020年2月 对乌克兰侵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 就迅速扩大且持续更新 目前有将近50个国家地区 而台湾是在2020年3月所发布的战后第一波更新名单中被入列 印度商务部长表示 印度拒绝加入中共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而自一批 坚称与中共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不符合印度利益 9月22日 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印度不会加入RCEP 因为它既没有反映东盟提出时的指导原则 且与中方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不符合印度的利益 RCEP由东盟十国发起 之后邀请与之有自由贸易协议的中国 日本 韩国 澳洲和新西兰五国 于2020年11月15日 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正式签署 于2022年1月生效 由于中国是RCEP参与国之中最大经济体 且中共最积极推动RCEP 外界普遍认为 中共才是RCEP背后的主导者 RCEP谈判始于2013年 最初包括印度 然而2019年 印度选择不加入RCEP 理由是尚未解决的核心利益问题 戈亚尔还指责中共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政策为自己牟利 向全球各个经济体大量出口低价商品 这些商品还不符合质量标准 在国内需求疲软之际 北京选择提升本国制造业产能 然后把过剩产品输往海外 该政策反映了中共的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 打造全面的工业供应链 减少对外国产品的依赖 第二个是 让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更加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 中国的许多贸易伙伴 从美国 欧洲 到甚至一些被认为对中国相对友好的亚洲国家 都在提高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 以抵制廉价的中国商品 9月10日 印度财政部发布命令 将对从中国及其邻国越南进口的某些钢铁产品 征收12%到30%的关税 目的在于保护和促进本地产业 目前 中国持续的房地产危机导致国内建筑业萎缩 钢铁供过于求 从4月到7月 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钢铁出口国 向印度出口了大约80.7万公吨的钢铁 随后是日本和韩国 根据商品咨询公司BigMent资料显示 由于进口增加和出口疲软 印度的钢铁价格暴跌至三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期的新闻速递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还有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